大家好 我是學長 歡迎來到學長開箱 今天我們要來開箱的是 眼前這個陶作坊的老顏尼360濾杯 以及利用這個360濾杯 我們會帶出一個新的主題 叫做脂溶性香氣 那各位可能平常在手沖的時候 是沒有辦法去特別的去做詮釋在脂溶性香氣上 但今天我們會花一個時間來跟大家講 這個脂溶性香氣能夠為你的咖啡 帶來一個什麼樣的變化 那你喝起來的時候覺得真的不一樣 那在講脂溶性香氣之前 我們先回到我們今天的濾杯 老顏尼這個濾杯 就是我們之前熟知的陶作坊出的濾杯 那它的概念其實就是 像是聰明濾杯的概念 它是一個底座加一個上面這個濾杯 它在這兩條線上跟下 兩條線都對到的時候 它是開的狀態 所以水會正常流掉 那如果我把我這個線轉到90度 它就會完全塞住 就會成為一個浸泡狀態 還是不會流的 就會利用這個開關 兩個的交叉呢 把做出濾泡跟浸泡的兩種效果 那這個東西其實跟大家所熟知的 聰明濾杯啊 或是說 哈利歐的風吻開關 它是類似的概念 那其實這個濾杯 從去年11月咖啡展的時候呢 學長就已經有示範過了 但是我一直沒有在YouTube上面做開箱 也沒有做示範 原因是什麼呢 因為 因為我個人覺得這個濾杯有點可惜 因為它一次可以容納的水量是有限的 沒有辦法 把那個老鹽泥 它增加萃取率 增加填改這個特色 能夠做出來 因為我們需要足夠的空間 讓水跟老鹽泥 能夠去接觸 能夠釋放出這個效果 所以01的版本呢 我一直都覺得有點可惜 一直到今年呢 我跟陶作榜溝通的結果 我們就決定要來做02的版本 那02的版本呢 可以看到喔 這就是02的版本 裡面可以放大約250到300cc的水量 就可以放足夠多的水 在濾杯裡面呢 跟老鹽泥一起做作用 那它的效果呢 就會很有趣 然後會讓你覺得 真的 跟平常的陶瓷濾杯會有差異 然後呢 又然後了 然後呢 為了讓老鹽泥的作用更顯著呢 學長還特別請 陶作榜幫我們燒了這個 無誘料的版本 可以看到了 這裡面是沒有光 不會反光的 是沒有誘料的 直接讓我的咖啡 和我的老鹽泥呢 直接做接觸 所以這也是 我可以把脂溶性香氣呢 再進一步的 去把它催生出來 一個重要的關鍵 然後喝起來的效果呢 真的是很有意思 跟各位平常喝到的 沒有那麼厚實的風味呢 真是差非常多 那了解了前一後果以後呢 我們就利用這個 老鹽泥360的 02 而且是無誘料的版本 來做示範 同時跟大家聊一聊 什麼是脂溶性香氣囉 在使用之前呢 我們先確認我們的閥門 是關閉狀態 因為當上下兩條線對到的時候呢 它是打開了 所以我們轉90度 讓它屬於一個完全關閉的狀態 然後放濾紙 然後用使用的是02濾紙 然後使用的時候呢 稍微壓一下 讓它更補貼一點點 因為這個濾紙蠻大的 這個濾變蠻大的 稍微壓一下它就更補貼 然後咖啡粉20克 然後使用研磨度呢 要比平常細 像我平常巴拉德在磨豆機 我大概用18匙就 今天用13左右 所以是細 要細一點點 讓那油脂能夠充分的吸水 OK 好 那我們待會呢 就會來做示範 那我們使用 今天要使用攪拌棒 所以要準備一個攪拌棒 或是湯匙 那我今天使用攪拌棒的這個是 純陶瓷攪拌棒 它很有重量感 重量感的好處 是在攪的過程中 你的水呢 它會更有力道 那我們今天是一個 很重視攪拌的一個過程 所以使用這個攪拌棒 真的蠻適合的 當然用小眼攪拌棒 也可以 但是如果可以用這個的話 效果會更好 好 那水溫部分95度 可以看到我們今天 無論是研磨度或水溫 都算是萃取比較高的狀態 就是希望讓油脂感 能夠更顯粗一點 那我們就準備開始了 好 剛開始呢 給呢 就給大水 不要客氣 給大水 讓它一口氣吃水 然後給到什麼程度呢 給到250cc 因為呢 我們要大量的 讓我的咖啡粉呢 跟老煙泥做出接觸 然後呢 粉跟水接觸 也是大量的 長時間的做接觸 所以我們一次給比方 50cc的水 可以看到 還沒攪 就已經出現很多的油脂 對不對 這個時候呢 趕快拿攪拌棒 然後開始讓我所有的咖啡粉 都能夠 吃到水 然後產生出 豐厚的油 可以看到 我在攪的過程之中 表層呢 會有一層明顯的油脂 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要 一直不斷的攪拌 讓更多的粉呢 可以看到 都浮出油 代表說呢 咖啡粉的內部 已經吃到了水 然後釋放出了油脂 然後這個過程之中呢 也會溶解出一些平常 如果你用正常的手沖 你可能不會出現的 脂溶性的香氣 會讓你的香氣 包覆在你的液體裡面 好 1分10秒到1分15秒左右 攪到最後1秒 然後呢 好 停 可以看到表層一層油脂 這時候呢 把你的濾杯 翻著濾杯打開 聽到水聲了嗎 它會大量的快速的 流到下鼓裡面 然後會同時把這個 油脂也帶下去 那這個就是呢 這個濾杯能夠做到的 特殊性 就是它可以讓很多的水 能夠一起被攪拌 做浸泡法 同時間呢 大量的讓油脂 能夠被脆出來 就是360它的最大特色 所以你在喝的時候 會覺得跟你平常 用手沖 正常手沖手把做悶針 這些的效果上面 會不太一樣 因為它的扎實度 跟油脂感 會很特殊 不一定喝起來特別濃郁 但是你喝起來會 特別有油脂感 而且油脂感裡面包覆了一些 你平常比較少喝到的香氣 這點我覺得是 360這個濾杯裡面最迷的地方 也是我大家應該要去 如果玩這個濾杯 應該要去追求的一個目標 畢竟我們特別選了 02加上吳宥的版本 就是希望它的風味呢 可以更顯著 OK 那等到我所有的水 都快流完的時候呢 這時候呢 我們最後 在正中間呢 給50CC的水 正中間就好了 給小水 給50CC 好 讓它流完就可以了 那這50CC的目的是 最後的時候呢 不要讓最後的水浸泡太久 因為剛剛我們所有的水 都浸泡一分多鐘 那最後一點點的水 我們來做一點尾巴 讓我的風味上面 不會像傳統的浸泡 譬如說像塞歐 它比較難做到兩段 分兩段 它永遠是一段 但這種做法 可以讓最後一段 稍微流掉 乾淨的 然後而且是沒有比較 豐厚度沒有那麼厚 但是呢 因為這樣子前面厚實 尾巴喝起來比較清爽 這樣喝起來 整體喝起來會比較 而且比較耐喝 所以做一個小尾巴 那整體時間大概 2分50秒左右 就完成了 萃取完以後呢 我們把 關起來 然後呢 就完成萃取了 那這種做法呢 可以最大量的 讓老爺泥的特質 被展現 就是它會增加萃取率 會讓你的甜質 變明顯的這樣的風格 會完完全全的 讓這樣的器材 能夠得到釋放 然後喝起來的效果 也是非常的好 OK 我們來試喝一下 喔 其實最大的特別差異性 就是你入口的時候 會覺得香氣特別的飽滿 因為很多人在沖手沖手 都會覺得說 我聞到的味道呢 比較... 但是喝到嘴巴裡面的時候 好像也還好 不太對稱 但是這種做法本身呢 可以讓你喝到嘴巴的時候 覺得嘴巴裡面 充滿香氣 而且可以延續 比較久的時間 這點就是 足量的浸泡 足量的攪拌 帶來的油脂效果 會讓你的感官上面 會有不同的感受 那這也是360最厲害的地方 如果各位要買360的話 建議 往這個方向走 你的充足 會真的很有特色 也可以做出它 不同的差異 那這個過程 就攪拌的過程 讓我的油脂 盡量盡情的釋放 讓咖啡粉都吃到水 然後釋放出去 平常你找不到的香氣 這個過程真的是滿迷人的 跟一般傳統的浴杯 真的是差很多 同時間呢 因為它是老顏尼 而且它完全是無釉版本 跟有釉版本比較起來 它的風格上面 會更有特色一點 就是油脂感會更鹹 然後甜度會更明顯 然後剛才說的紙東西香氣 也會更足一點點 所以我滿鼓勵大家 如果大家想要玩這個系統 可以考慮無釉版本 因為真的它的效果的加成 是非常的好的 那有釉版本的喝起來 不會那麼強勁 但是也是類似啦 如果用同樣的水果來沖的話 也會接近 但是還是無釉版本 會更為強勁 所以既然要玩這個特色的話 我個人建議大家玩無釉版本 真的是非常的好玩 這個風味 也是各位比較少喝倒的 真的滿迷人的 好 那今天關於老顏尼360的開箱 就說到這邊為止 各位如果有任何問題的話 歡迎在底下留言 希望大家也有設計 為了老顏尼360而做的冰咖啡沖法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留言敲碗囉 OK 那我們就下次見 掰掰 BYE BYE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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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